很多人都聽過美國飛虎隊跟國軍共同抗日的故事 而國使館最近也特別製作了一部紀錄片 以陳納德將軍為主角 呈現出這一段中美兩國密切合作的歷史 畫面上這位就是已故美軍中將陳納德 他在對日抗戰時期成立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 號召美籍飛行員駕駛美國軍援的P-40戰鬥機 對抗日本 因為機身圖案有大鯊魚 飛在空中看起來很像老虎 所以也被稱為飛虎隊 國使館為了記錄這段歷史 特別製作一部名為虎越陰陽 陳納德與中國抗戰的紀錄片 紀錄片當中也訪問到 當時和美籍飛行員並肩作戰的老飛官 今年一百零一歲的李季賢 談起往事還是記憶深刻 外交部與AIT美國蔡台協會也派員參加紀錄片發表會 一起回顧那段中美合作的歷史 對於這段時間的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外交 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都有很相當深刻的描述 同時我也希望這部紀錄片能夠促進美國跟臺灣之間的關係 這部紀錄片不但描寫陳納德率領飛虎隊和國軍並肩抗日的故事也為過去中美結盟時代的外交與軍事合作 留下記錄 記者綜合報導